來 別人來 好 所以我只是這樣講 就是說有時候真的是 好運你就是住到好的家 而且好的房子 也許不是每一年都適合喔 它會換喔 會變喔 風水會轉喔 可是像我們今天在講 你剛剛講說房子適合什麼人租 還有凶宅的同事 凶宅都是大家會覺得不吉利 所以不敢去買 發生過命案或凶殺案 那真的到凶宅 有些凶宅就像我剛剛講 又有一些沒事 那凶宅有的 如果真的鬧了靈異 是不是我們一般人 所定義的叫鬼屋 那剛剛其實前面有提到 那個林肯大俊 林肯大俊他當時在發生天災 那個還不是讓大家害怕 因為那個都是自然天災 讓我印象最多的是 大概六七年前 那時候06年4月11號 在林肯大俊 一樣那個社區頂樓 發生一個命案 就是一個張先生 他跟他從社區的 另外一個鄰居 是情婦小三 然後外遇了嘛 然後而且呢 都因為他為了那個情婦小三 他把他的這個老婆 蔡幸的那個婦人 還有他兩個女兒 一個9歲一個11歲 三個人把他殘忍的殺害 這事情就發生在06年 後來就變成那個 很明顯的 就我剛剛定義的 就講就是凶宅 在凶宅之後呢 那如果他沒有出事 可能就是像我剛剛前面講幾個 可能就賣 轉手賣人啊 可是那後來空了至少兩年 因為一開始 這個案子兩年後才又破案 不是在第一時間06年就破案 因為當時以為是自殺 兩年後才發現原來是家公 是經過他老公殘忍的 把他的那個老婆 跟兩個女兒都殺害 因為後來這在兩年的過程當中 據說那個林肯大軍的警衛 還曾經接到電話說 要叫三個便當 兩個是小孩子要吃的 然後送到了那個頂樓 14樓那個地方 就那個社區 然後警衛 因為那個新來的警衛 他不知道 他真的帶著那個送便當的業者到那邊 然後問題是便當放著 沒有人收錢啊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想覺得被惡作劇 後來在那事情過後 竟然也有人送披薩的時候 接到那個地方 電話就是要送到那邊去 然後一樣就送披薩 一樣然後送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就是很多的船就船開了 就會比那個當時林肯大軍 發生那個天然的災害 還嚴重 大家就知道那個是不責不客的凶宅 那本來就跪了 那小山是跪了 當然現在那個全部都抓起來 小山就跪了 小山就跪了 那小山就跪了 那不是貴 所以剛才說那個凶宅 然後又發生靈異的狀況嘛 那我印象中 我曾經就是以前在 那時候跟輝文哥 我們在 我那時候在台灣時報 跑社會新聞的時候 在那個士林那邊 有一個凶殺案 那可是當時那個案子 一開始去 你去你就很明顯了 看起來我們第一時間 趕到現場去自殺 一個三十幾歲的女生 然後她那時候 脖子上是纏著那個延長線 那延長線是從那個 她的那個天花板的一個鐵架 掛東西的掛口 然後掉下來 然後再綁到那個 她兩條延長線綁到那個門把 你一開門的時候 就會把它給拉下來 所以當時我們接到那個 大概是1999年的時候 我們去看的時候 那個時候很明顯的就是 看起來我外觀 因為我們不是內涵 那種刑事鑑定還專家 我覺得就是自殺 而且她現場有遺書喔 那一天那個 我記得那個時候 地檢署的檢察官他請假 他沒有去 他沒有去 就交代那個法醫和監事員 把現場的大家看一下 了解一下狀況 因為一開始說 疑似警那個分局派出所 第一時間接到的報案是自殺 因為一般自殺案件 他就相對單純 警察官他就沒有去現場 他就想說之後再去看看 有什麼需要補償的地方 然後後來那個家屬同居人啊 接到報案也到了現場去 也沒有什麼疑義啊 準備要發交家屬的時候 就那一天把案子 因為那一天是下午 到了晚上 檢察官他沒有去 但是他晚上夢到一個 短頭髮的女生 來告訴她說 短頭髮你為什麼又要看我 短頭髮 反正一個短頭髮的女子 到就檢察官做夢 就夢到一個女子 說她那個很冤枉 她很冷啊什麼的 因為那個檢察官沒去 後來隔天她上班的時候 她就問法醫和那個 把那個分局的刑事 就偵查對我們講 刑事組的刑事警察 叫到那個辦公室 問她是不是短頭髮的女子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形容的那個 她看她夢到的模樣 就是我們那一天 前一天看到的那個女子 自殺的女子的模樣 結果那個檢察官 就覺得事有蹊蹺 他也覺得 就交代法醫說 不要把那個死者的屍體 發交家屬 而且要去解剖 要去看現場一些狀況 然後呢 要去現場還原那個整個狀況 結果發現 再走回去現場 那個檢察官 後來帶著那個 監視科的 監視人員和那個 刑事警察還有那個 我們再回到現場的時候 他發現那個床頭底下 有一個鐵槌 然後而且他那個 雖然是那個 殘著那個延長線 可是他其實是被勒弊的 而且他那個遺書 是之前死者 曾經有憂鬱症 想要有輕生的念頭 但是他當然都沒有 沒有那個 沒有就是自殺未遂啦 講不到被他的同居男友 拿來作為他 後來那個 他整個把他類弊之後的 加工自殺的那個 後來這個案子就破了 所以是他殺 顧不宜證 對 但是在這個事情 在第一天的時候 大家還不曉得 都是以為是自殺 等到第二天 檢察官夢到那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大家才 哲哲稱奇說 原來他夢到的是 那個女子還跟他訴說的 那種遠距 這也是讓後來大家都覺得 嚇一跳 所以其實你說 到底是凶宅呢 還是那種鬼屋 他到底有沒有發生那種狀況 所以我覺得其實 雖然定義是在一線之間 但是一旦有這種狀況 他心裡就會毛毛的 住不要住到那裡 那裡什麼 心來客客客客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客客因為我也不會變得 對嗎 蛤 還沒看見 對嗎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個敏忠也有處理過一個 啼笑皆非的案子 蠻烏龍的案子 非常烏龍 這個在幾年前 也是在桃園的時候 發生著 對 那那天 我記得是半夜 兩三點的時候 從醫院送到殯儀館 那是一個農民的太太往生 那農民他們 他們也沒有生小孩 就是一對夫妻這樣子 那送到殯儀館的時候 大體就冰在殯儀館裡面 然後排位就設置在殯儀館裡面 這樣子 那我就跟那個伯伯說 伯伯伯伯伯 您就將您夫人的照片 放在殯儀館上 那我會請廠商 來 將這個照片 洗好以後 掛上去到殯儀館上 對 那好死不死 白貝就把自己的照片放在殯儀館 把自己的照片放在殯儀館 那廠商也不知道啊 就 就把那個就放大 就廠商就拿了照片 然後就去洗 洗完就丟上去了 就把那白貝 他自己的照片 就丟到上面去了 那隔天那個伯伯也不知道 他就帶了一大堆親戚來 來上香 來拜拜 然後他就 他親戚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他說 你的照片怎麼會在臨桌上面 死也不是臨部 對死也不是臨部 然後那個伯伯就 就很生氣 他說 他就 當然 千錯萬錯還是我們的錯啦 他意思是說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洗完照片的時候 都不會去看一下這個 名字啊 排位這樣子 那其實廠商在搜的時候 他們也是 沒想那麼多 就只是把照片就是 掉上去 你們這還蠻烏龍的 對啊 蠻烏龍的 那親友都來了怎麼辦 親友都來了 親友還好沒有想說 看著 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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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友來的時候 他就說 你 太太往生怎麼洗你的照片 就覺得很烏龍這樣 對 阿伯現在還好 阿伯現在就 其實 換家了是不是 換家服務 當然是換家服務 對 當然 那不是 那要說我們的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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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錯 那你想商品 沒有先對一下 廠商就沒有對到這樣 那之後我們就提了水果 包括紅包給伯伯 那伯伯就覺得說 他就有講這些事情 你如果說 每人給他放在照片裡 你也去放棄 對啊 廠商的問題 對啊 這是你們擺的烏龍 阿伯算客氣了 對啊 廠商就是知道 有跟廠商檢查這個事 那俊豪你處理過一個兇殺案的案 因為其實我們都相信說 人有所謂的三魂七魄 那有時候有一些人的部分是說 他碰到一些比如說 那不是自然死亡 是所謂他殺那種 或是出意外 那我碰過一個比較特別的 那個例子是說 那算是一個兇殺案 然後地點 原本上是在瓶林石地那一邊 然後那個部分就是說 有一家的先生 突然有一天可能就走了 然後他離開的地點 可能是在樹林裡面 然後發現的時候 身上大概有差不多 數十刀是三十刀左右 然後原本上來講 那時候我們已經就是 有跟家屬講說 因為警察他一定會來蒐證 因為他可能會請那個 蒐證組的 那他會來現場說做一個搜查說 可能兇手到時候 因為畢竟告別式的部分 我們可能還是會先處理 那搜查的部分就是說 要請檢方那一邊找這樣子 然後在出告別式的那一天的時候 他們當地的習俗就是說 如果是碰到這種類似的狀況的話 他們會請往生者的部分 請他穿上草鞋 草鞋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冤有頭債有主 之後這個今天結束之後 那就要去找 當初害他的那一位兇手 為什麼穿草鞋 就是代表去找兇手 算是他那一邊當地的一個特別的風俗 因為其實來講習俗白白種 那當然我們是說 尊重他們家人的一個想法跟意見 結果這個當天結束了之後 大概過了兩三個月左右 真的兇手就找到了 因為那時候現場完全找不到 任何的一些證據指紋 什麼都找不到 那有一天就是說可能 大概過兩三個月之後 他兇手就真的找到了 而且水落石出 就是我碰過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這樣子 那問一下死衛 7月是房地產交易的淡季對不對 淡季 所以呢 看房子還是多 可是買的人真的變少了 因為大家心裡毛毛的嘛 但我們講就是說 7月買房子到底會怎樣 氣氛是不好嘛 看7月買房子可以撿到便宜 沒有多少便宜 所以就只好說拚人命去殺殺價 因為像我們知道說 有些案子開始在漸漸的降價 因為投資客撐不住了 撐不住了 撐不住 崩一點價格 那敏忠我問你 有錢人的這個找這個 比方說淋谷塔啦 或者是墓地 他們忌諱多嗎 有錢的人忌諱非常多 忌諱很多 對 忌諱什麼 像地理風水好不好 對那像有一些企業主的老闆 他們都有御用的風水師 對譬如說 他們會去帶著風水師 他不要說他的墓園墓地 他連家他的洋宅都很講究 所以說去看的時候 風水師都會陪同這樣子 然後看一些合法的塔位 或者說一些地主地 對一些風水都特別講究 那棺材用比較好嗎 用的都非常的好的棺材 多好 上則凍則幾百萬 什麼棺材幾百萬 蕭南 蕭南 那種棺木 那是土杖才需要用的 基本上墓園墓地都是土杖 而且他們用的棺木都是 絕對不會腐化的 可是撿完穀之後呢 他不撿穀的 那是不撿穀的 不撿穀的 像不撿穀的 那基本上為什麼不撿穀 因為像本省人就是說 我們就會撿穀起來 變成骨頭放到家族塔去 那像他們這種企業主 買斷這種墓園墓地的 他們就永遠吃這個風水 對 那所以說 像以前啊 像秦始皇他們的一些 靈緣啊 墓地 他們就是讓大體不復活 因為他會希望說 有朝一日 醫學 對 他復活 中文男家 對 他復活起來 你看過有一個人 買最多的問題 買什麼 三億 目前的話是三億 多大 六千坪 六千坪 六千坪三億 一坪就多少 大概 五十 一天要超多的 五 五萬 五十萬吧 六千坪五十萬 不是 這是一個山 一座山 五萬 五萬塊 對 幾顆山莊包 對 因為他怕別人站在他旁邊 對不對 他是做 比較高 他的那個風水 他那個滿 就是台灣的那個手術嘛 六千坪 它就是非常之大 菜市場 對 再擠喔 不滿情人節煮吃飯沒送禮 老婆大吵後鬧著要跳樓 情人節有沒有送禮很重要嗎 情人節搞到後來已經變成情人節 今天晚上十一點 請收看新闻 哇哇哇 哇